自卑属于性格上的一个缺点 自卑即一个人对自己的能力、品质等做出偏低的评价 总觉得自己不如人、悲观失望、丧失信心等 自卑是一种低劣的心理 是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 是阻挠成功的巨大心理障碍 自卑的人往往都是失败的俘虏 被轻视的对象 严重的自卑心理能导致一个人颓废落伍、心灵有趣 自卑是成功的拦路户 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功 就要克服自卑的心理、打败自卑 自卑的人总哀叹失失不如意 老拿自己的弱点跟别人的优点比 越比越气馁 甚至比到自己无立足之地 有的人在旁人面前就面红耳赤 说不出话 有的人遇上重要的会面就口吃 有的人认为大家都欺负自己 因而厌恶他人 因此 若对自卑感处之不妥 无法解脱 将会使人消沉 甚至走上邪路坠入犯罪的深渊 或走上自杀的道路 与此同时 长期被自卑感笼罩的人 不仅自己的心理活动会失去平衡 而且生理上也会产生变化 最敏感的是心血管系统和消化系统将会受到损害 生理上的变化反过来又影响心理变化 加重人的自卑心理 自卑是个人对自己的不恰当的认识 是一种自己瞧不起自己的消极心理 在自卑心理的作用下 遇到困难 挫折时往往会出现焦虑 泄气 失望 颓丧的情感反应 一个人如果做了自卑的俘虏 不仅会影响身心健康 还会使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得不到发挥 使人觉得自己难有作为 生活没有意义 所以 克服自卑心理 是消除通往成功路上的一大障碍 战胜自卑就要正确地认识自我 时有所短 寸有所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处 也都有自己的长处 如果我们以己之长去比别人之短 就能发掘出自信 可以在客观地认识短处和劣势的基础上 找出自己的长处与优势 可以将自己最满意的事情 最引以为荣的优点和令人瞩目的成绩 炫耀于心中的荣耀事 从而反复地刺激和暗示自己 我还可以我能行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迈克斯威尔说 人的所有行为 感情和举止 甚至才能 与其自我意向是一致的 如果能将我还可以我能行的心理暗示 不断地渗透到自己人生的各个方面 便能撞击出生命的火花 就能培养出阿基尼德给我一个支点 我将撬动地球的那份自信 正确地评价自己 人贵有自知之明 所谓自知之明 就是不仅能如实地看到自己的短处 也能恰如其分地看到自己的长处 切不可因自己的某些不如别人之处 而看不到自己的如人之处和过人之处 这才是正确地与人比较 马克思曾说过 伟人之所以高不可攀 是因为你自己跪着 正确地表现自己 心理学家建议 有自卑心理的人 不妨多做一些力所能及 把握较大的事情 这些事情即使很小 也不要放弃争取成功的机会 任何成功都能增强自己的自信 任何大的成功都运积于小的成功之中 换言之 要通过在小的成功中表现自己 确立自信心 循序渐进地克服自卑心理 设法正确地补偿自己 盲人由聪 骨折由鸣 这是生理上的补偿 人的心理也同样具有补偿能力 为了克服自卑心理 可以采用两种积极的补偿 其一使勤能捕捉 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有缺陷 不被思想包袱 以最大的决心和最顽强的毅力 去修补这些缺陷 这是积极的 有效的补偿 花罗庚说 积能捕捉是良讯 一分辛苦一分财 其二使扬长臂短 诗之东瑜 收之桑瑜 我们读大尔文 借此 哥德 拜伦 培根 亚里斯多德的传记 就不难明白 他们的优秀品质和一生的辉煌成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都促成于人的缺陷 缺陷不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关键是自己愿不愿意改变 只要下定决心 讲究科学方法 因实力道 就会使自己摆脱自卑 逐渐成熟起来 让别人相信我们 首先就要自己相信自己 在现实生活中放弃自己的权利 让别人的意志来决定 自己生活的人实在不少 他们把上学 择业 婚姻 统统托付或交给别人 失去了自我追求 自我信仰 也就失去了自由 最后变成了一个毫无价值的人 人生最大的缺失 莫过于失去自信 自卑只能自怜 自信赢得成功 相信自己 就是相信自己的优势 相信自己的能力 相信自己有权占据一个空间 没有得到你的同意 任何人也无法让你感到自残心慧 有个小男孩名叫汤姆 邓普希 他生下来就只有半只右脚和一只畸形的右手 他父母经常会告诉他 汤姆 其他男孩能做的事情 你都能做 为什么不能呢 你没有任何比别人差劲的地方 任何孩子可以做的事情 你一样能做到 后来汤姆要玩橄榄球 他发现自己比在一起玩的其他男孩要踢得远多了 为了能实现这个愿望 并发挥出这种能力 他找人为他定做礼双鞋子 他参加了踢球测验 并且得到了一份卫风队的合约 但教练婉转地告诉他 你不具有做职业橄榄球员的条件 去试试其他的职业吧 最后他申请进入西奥尔良胜徒队 教练看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收了他 两个星期后 教练完全改变了想法 因为汤姆在一次游艺赛中 因踢出55马远的好成绩而得分 这是他获得圣徒队职业球员的身份 而且在那一季中被他所在的球队得了99分 最伟大的一天到来了 那天球场上坐满了人 有6万多名球迷 球是在28马线上 比赛只剩下几分钟 球队把球已经推进到35马线上 汤姆邓普希进场踢球 教练大声说 当汤姆走进场的时候 他知道他的队距离得分险有55马远 这等于说他要踢出63马远 在正式比赛中踢得最远的记录是55马 由巴尔迪摩熊马队毕特 球迷疯狂呼叫 未踢得最远的一球而兴奋 真是难以相信 有人大声叫道 这居然是由只有半只右脚和一只机型手的球员踢出来的 但汤姆只微微一笑 他想起了父母 他们一直告诉他的事 他能做什么 而不是他不能做什么 他之所以能创造出如此了不起的记录 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从来不知道我有什么不能做的 也没人这样告诉过我 如果我们能做出所有我们能做的事情 我们毫无疑问的会使自己大吃一惊 你一生中有没有为自己的潜能大吃一惊果 事实上 人通常比自己认为的要好得多 对你的能力抱着肯定的想法 这样就能发挥出心智的力量 并且会产生有效的行动 在日常生活中 有些人名利前茅 实力雄厚 赛场失误的唯一解释 只能是心理素质问题 主要原因是 得失心过重和自信心不足 有些人平时战绩出众 重心捧月 造成一种心理定势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再加上赛场的特殊性 社会 国家 家庭等方面的厚望 使得其患得患失的心理加剧 心理包袱过重 如此强烈的心理得失困扰自己 怎么能够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呢 另一方面是缺乏自信心 产生怯场心理 束缚了自己潜能的发挥 在北京奥运会男子50米步枪三资决赛赛场出现的戏剧性一幕 令所有观众体会到了心理素质在关键时刻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选手秋剑在最后时刻上演奇迹一转 以总成绩1272.5环为中国代表团夺得第28金 雅典奥运会上 美国名将埃蒙斯在决赛最后一枪中拖拔 将金牌拱手相让给我国选手假战波 四年后 历史重演 在决赛最后一枪前处于绝对领先优势的埃蒙斯 最后一枪仅打出了4.4环 令人难以置信 而原本排在第二位的乌克兰选手有礼 苏霍鲁科夫 最后一环打出了9.8环 这样 原本排在第三位的秋剑 以最后一枪10.0环奇迹般的上演逆转 延续雅典神话 以0.1环的微弱领先优势获得金牌 决赛开始前 预赛成绩埃蒙斯排名第二 而秋剑排名第四 决赛第一枪 预赛排名第一的拉伊蒙德 德贝维茨 仅打出了7.7环 埃蒙斯打出9.7环超越对手成为首位 此后 埃蒙斯一直牢牢处于第一位的领先位置 在第九枪结束后 埃蒙斯领先进四环排名首位 秋剑以落后第二位的乌克兰选手 0.1环排在第三位 最后一枪 秋剑打出了10.0环 乌克兰人打出9.8环 而埃蒙斯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4.4环 这样 我国选手秋剑延续了中国选手 在此项目中的逆转奇迹 获得金牌 赛后秋剑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在被问及打最后一枪前如何控制心理状态时 秋剑说 我经历了数年的心理控制训练 我们知道在高度紧张的环境中心跳会加快 但我知道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持平静 例如深呼吸 不要想比赛结果 谈到戏剧性的结局时 秋剑说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听到观众欢呼时 我感觉我可能得了银牌 但我的教练告诉我得了金牌 谈到自己的幸运和2004年 雅典奥运会冠军贾战波的幸运时 秋剑说 我和贾战波都很努力 金牌属于我是因为 美国的埃蒙斯 最后一秒时没有保持平静 但我保持了平静 正是由于在关键时刻 能够平静地控制自己的心态 秋剑在历经17年的努力后 终于站到了最高领奖台上 自信就是在自我评价上的积极态度 自信是与积极密切相关的事情 没有自信的积极 是软弱的 不彻底的 低能的 低效的积极 自信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素质 自信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在所有这些大自然的力量中 与我们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关系 最密切的 或许就是自我暗示的力量了 但是对这种力量的无知 导致大部分人 在应用自我暗示原则时 没有让它发挥应有的作用 相反 它变成了一种阻力 不自信的人 通常不能正视别人的眼睛 眼神有理 生怕一旦眼神接触 就会被别人看穿 比如 在教学或教室中 后排的座位总是先被坐满 大部分人都希望自己不要太显眼 他们怕受人注目 从而占据后排座 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缺乏信心 自信的人勇敢 勇于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 对新事物采取积极开放的态度 虚心 能够接受批评 坦然承认错误 言行一致 言谈举止 表现自如 自信的人走起路来比一般人快 像跑 他们的步伐告诉整个世界 我要去一个重要的地方 去做很重要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 我会在15分钟内成功 毫无疑问 自信还能够让我们在人生的竞技场上 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反之 因为缺乏自信 常常让很多优秀的人 在关键的时刻迷失了自我 自信是走向成功的重要力量 自信能为你带来巨大的力量 并让你真正相信 它同时积极 将其转化为物质力量